經管會主委曾明宗今天是回到母校台北大學 他向學弟妹們爆料自己念書的時候成績不好 甚至還被二一過 也就是有一個學期一半的學科都不及格 而他除了回想當年話題當然也離不開台股 對於股市的相關規定曾明宗也做出了說明 經管會主委曾明宗19號化身為班主任 回到母校台北大學主持大專生金融就業工藝專班開課 勉勵台下的同學 從大學到博士班都在此完成學業 學弟妹不免好奇曾主委當年在學校是什麼樣的學生呢 我是台北大學財政那時候叫財稅系畢業 其實我在學校大概以前在台北大學的成績是不好的 各位也沒有二一過大概沒有我就有 我沒想到我沒想到我會做到經管會主委 不只跟同學加油打氣曾明宗的話題也離不開台股 對於經管會宣布解除進空令 從二十一號開始投資人可以在平盤以下放空股票 曾明宗說明主要是考量九月台股量能明顯萎縮 加上美國確定暫緩升息台股也相對穩定下來 相關不確定因素暫時解除 因此決定解禁讓股市回歸市場機制 產生抑制空方的效果 所以讓國安基金在互盤的時候可以做到四倍公辦 那另外也讓市場進步穩定 可能12月要升息的時候 要不要升息的時候 又會有一段時間不確定因素 但是平盤以下放空的這個非常規措施 不可能實施到十一月底或者十二月初左右 至於榮券保證金陳述有90%調高至120% 這一次並沒有放寬 曾明宗也做了說明 這一部分因為涉及到央行的權責 那我們一方面再評估 一方面也會恰央行的意見 對於證所稅修法 沒有能夠在立法院通過三讀 最快得等到十一月才能在意 曾明宗再度呼籲 朝野立委儘快取得共識 消除股市的不確定因素 郵件TV中夕陳月威台北報導